大家好,我是江湖 2017年,火爆影院的电影《追龙一》为导演王金再次亮起了招牌 很多网友都说这是他近十年来最好的一部作品 那这部作品究竟优秀在哪里? 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呢? 首先,电影真实还原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香港》 在鱼龙混杂的大环境下 贪污腐败,紧黑勾结之事屡屡发生 故事就围绕着抽搐满志,想一盏拳脚的年轻探长雷洛 和重情终意的黑帮新秀博豪就地展开 要知道,在那个黑色经济产业盛行的黑暗时代 每天出门面对的可都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善于观察时机的雷洛 为了攀上权力更高的险峰与博豪合作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贪污机制 最后取得双赢,分别成了执掌黑白两道的风光人物 电影中,刘德华饰演的人物原型吕乐 在60年代可谓是只手遮天,叱咤风云 尽管后来因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而移居加拿大 后又回到中国台湾 依旧靠着难以估计的家财过得滋润 在90年代的很多电影作品中 吕乐的传奇一生被改编成很多故事 据说,刘德华曾在《无意探长雷洛传》中演绎的戏份 就曾惹得吕乐本人大为不满 具体原因有三 一,吕乐的饰演者刘德华在拍摄整个片子过程中 一次都未曾拜会他本人 二,四大探长之一严雄曾是吕乐的跟班 但电影中将两人放在了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三,电影中安排了一场吕乐在街头向小贩收取保护费的剧情 这让人物原型觉得是对他身份的污蔑 可是当被问到应该怎么收取时 吕乐却选择了闭嘴不语 说完吕乐 我们再来说说甄子丹老师饰演的补豪 补豪原名吴希豪 1930年生于广州省汕头市 作为中国香港六七十年代贩毒集团首脑 补豪的一生同样纯奇 为了好好塑造这位枭雄的饮品人设 掀起歪鼻梁厚嘴巴的面部特征 电影公司聘请了好莱坞特技化妆师 每天不惜花上三个小时 对甄子丹进行了特效化妆 而在模仿其走路一拐的模样时 拍打戏多年 脚趾早就大受损伤的甄子丹 到最后脚真的痛到无法行走 要煮拐杖的地步 不仅如此 为了更好地融入角色 找到博豪独特的韵味 甄子丹专门请了一位方言私教 下苦工打磨学习了潮州话 在电影后期配音时 还和潮州的专业语言老师一起进行修整 力求做到了百分之一